就是他 職業電玩高手胡玉祥 14號晚間砍傷了人 帶著刀衝進警局治首 為自己衝動的行為付上代價 嫌犯獨自一人坐在警局滑手機 出門跟對方喬官司 就是擔心對方人多勢眾 想要自保所以欲藏水果刀 結果一時衝動把對方砍成重傷 中了兩刀分別在大腿一刀 還有胯下一刀 然後沒有生命危險 意識狀態正常 基隆府五街旗樓全被拉起封鎖線 見識人員在現場來回採證 從一樓到樓梯間滿滿都是血跡 24歲的胡姓嫌犯因為日前打球 弄傷傷者的兒子 雙方告上法院 14號晚間相約談判 沒想到一言不合 竟拿刀刺傷對方 其中一刀直中對方屬西部 雙方發生紛爭以後 嫌犯供訴他一死失手 拿了水果刀捅了被害人兩刀 那目前本分局針對這個案子 會殺人未遂案嫌 罪嫌做個偵辦移送 胡姓嫌犯在犯案後 跑到附近警局自首 但在這之前 他才因為當駭客 入侵電網網站 鬧上法庭 只是自己跟遊戲公司的官司 還沒有結束 現在又因為衝動傷人 進了警局 記者朱丁榮 張良浩 基隆報導 到